那么整个它这个山体 由我们眼前的这个五台绿岩为主体而构成的 这个岩层呢 它的诞生年代在25亿年前的太古代的晚期 那么那个时候呢 第一是史上把它叫做隐身咒 什么叫隐身咒呢 就是那个时候生命还在隐藏过程中 它还没有显现 所以说叫做隐身咒 那么正是这种岩层构成了五台山的一个主体 那么这个岩层呢 它在五台山的厚度达到了6300米 也就是说从我们这往下打 打6300米 一直就是这种岩层 那么它的这个跨度呢 达到了南北50公里 东西200公里 这种岩层它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呢 就是它的质地 由于经过了太多的这个风雨的波时 它就变得非常的这样的疏松 松软 像这一块 很轻松我们就把它掰下来了 然后也可以轻轻的去剥离它 你看这样 很轻松的就能碾碎它 正是因为这种岩层它非常的疏松松软的质地呢 使得五台山整个山体就变得浑圆平缓 那么我们有一句诗是这样去形容它的 叫做环领屏风虚入魂 那么这种山体就给予那种非常的雍容宽厚 稳健的这样的形态和这样的性格 对于是这样的一种非常重要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